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怎樣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司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屬家日朋友經歷過2017年的轉變之後 到2018年你的轉變是會更加不穩定 由於升位的移動 四分之一犯太歲的機會又有利份 我們知道逢衝則動動則變變則通 所以為了應認它 我們應該是多些主動去應認它 但同時記住一件事 不要動太多要有足夠的休息 在金錢方面是會時好時壞 但比起去年已經是好的 感情方面都只是一般 一切應該多加注意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話 就應該多些去依靠你的神 在這裡就願主與你同在 最後KI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淨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 和喜悅與平安 還以為是不做錯的 還未來的思考 在大陸上 在香港的思考 還未來的思考 許可依靠 我們不信仰 還有一些問題 還是未來的思考 在大陸上 我們不存在 但是我們不存在 我們不存在 我們不存在